大家好,歡迎來到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大家有沒有想過,假如這個世界沒有互聯網,你又會險過生活呢? 對商業運作的影響我就不說了 單單是社交,例如搞個小型生日會這樣 若來若去,加有細節改動 你就可能要打成百個電話都不出奇 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沒有互聯網 我應該會變得比井帝之話更加井帝之話 最少接下來的十樣東西,我可能一件都未見過 我看回網上資料,一條成人的劍魚可以去到四五米長 想不到劍魚BB這麼小 不要說盡頭啊 萬里長城我都未去過,你們有去過嗎? 原來圖中那件東西,就是人稱美人魚錢包的沙魚卵 世界上最高的棕櫚樹 你們目測一下圖,看看有多少層樓高 好啊 哇,生光青苔的烏龜 有點像RPG遊戲裡面的怪獸設定 平魚的心跳大概每分鐘八至十下 但想不到心大到可以把人進去 初時我以為圖中的蝙蝠只不過是患了白化症 但原來真的有一種白色的蝙蝠 叫做紅刀拉絲白蝙蝠 不要說沒見過球魚色啊 如果沒有了互聯網,我連讀音都查不到啊 正常的人哪有機會看到海拔一萬米高的風暴啊 全靠有互聯網才可以見識一下 嘩,比人的水母還大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海拔的呢? 我最喜歡吃海拔 你呀,是你呀 去我們頻道主頁看看吧 裡面應該還有很多片你沒看過的 今天一定有運行 如果你按讚,按分享,按訂閱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啊